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看我的鼻子 那个不见了 有没有 我那个尖尖的不见了 有没有 我把它搞定了 好 这个下午再说 先卖个关子 因为我有脸有两个地方 早期是这里有一块 像字 死肉五六年了 硬硬的 硬邦邦 就是完全死肉像肿瘤 肿坏这种东西 那我想这个一辈子都要跟我 结果这个去美国之前就开始变化了 终于回来就差不多了 几乎已经软了 完全不见了 消失了 所以接下来我就对着这个 因为这个我认为也是一辈子要跟我 那个鼻尖那个长了十几年了 你们都知道 我常常演讲都利用这个来解释 这个果不见了 所以我今天要讲果 所以对于这样的感受 我相信很多我们已经现在 原始点的热源的使用 还有怎么来按推 如果配合得到 像这些疑难杂症都可以处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书快完成了 等于十五版二刷 这次改的内容非常的多 几乎每一篇几乎我都看过 然后细细的看 包括论果你们看十五版 已经写的不错了 其实论果也改了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拿论果来谈 即便论果没有放案 我认为以现在的写法 也不难让人家理解 那我在写完的时候 突然间心里有所感受 所以就写下这一段 这是我的感受 跟书本无关 就是我想一想 人生这样从我太太得癌 然后到往生 到我找出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整个过程 她发病2001嘛 到往生2004 那如果2002到2003 就开始研发的话 到现在2019 前后也经历多久了 十五六年很漫长 那我所以写完那一刻 那个心情澎湃汹涌 我写书是很理性的 那写这个就有一点感性 应该是这么说 那也是我内心的一个感受吧 我说我从出生到死亡 我路过人间 也就是我来了人间这一招 那我们生下来就开始一直追求 想拥有些什么 我也是跟各位一样 生下来就开始想拥有些什么 所以我从拥有又到失去 我经历沧桑 好像沧海桑田了 对于这些世事我感受很深 我们看下一段 这里有这样的感受就是 我一路就是回头看我过去的种种 来了人世间一招 从拥有到失去经历了沧桑 此刻书本刚完成 我思索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 我会是多么幸福 因为第一个 我现在已经有人力解决这些 像我早期我太太的这些问题 绝对没问题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 我绝对有办法帮她医好 而且不用经历了那些医学的折磨 所以我说如果人生能够重来 我现在我的家庭还是蛮圆满的 我不会到现在 整个家失去了很多重心 然后孩子我也没有办法管 然后一直沉浸在医学里面 然后这样一沉浸就 这样十多年了 所以如果人生能够重来 我不要走那么辛苦的路 我会是多么幸福 是吧 但这个就是遗憾 我的遗憾 这个遗憾有没有办法重来 没办法 这个过去的就 所以我接下去就写这一句话 终于有那么一天 因为每个人都一样公平的 不是只有我会喔 有那么一天 您也会来到老病死的十字路口 会不会来 一定会来 早跟晚而已 我等着你们 就有这种味道 好 我等着你们 你们也是要经历啊 我只是找经历而已啊 所以 好 接下来 我对各位的一个提醒 为了不留下遗憾 因为我前面就是一个遗憾 因为我不懂 我发了很多心血 然后找了这些解决的方法 那如果你们也遇到我这个问题 难道也要留下遗憾吗 如果聪明的各位 看到别人掉进水里 你还要掉下去吗 当然你要想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 我对各位的感受是这样 你终有一天会来 那来得怎么样 为了不留下遗憾 请停看厅 停下来 不要人家说 医学 现有的医学都美好 你就充满幻想 当你破灭的时候 你已经这个遗憾注定 再也挽回不来了 所以为了不留下遗憾 我还是请大家怎么样 停看厅 原始点医学的告白 我把我的这一身心血 还有我的痛苦化为文字 然后把里面的人生的种种答案 我也找出来了 只要大家认真读 这一场遗憾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这次我写完书 很快就写下来 因为有所感 前两季是 我心里很早就有这种感受 从书生到死亡 我只不过路过人间而已 也就是来人间一朝而已 跟各位也是一面之言 这一身有缘 我们这样见个面 那我也把我的故事讲给各位听 我也是跟各位一样 从想拥有到失去 不只是这些人世了 生离死别种种 都是这样 世间是 没有一件不是这样 所以最后我的感受就是 为了不留下遗憾 所以写下了这些话 那我写完 我就第一个给Luna 传给Luna看 因为我很少写感性的话 你知道 你们几乎看不到我那个 除了心路历程 然后Luna是建议说 就把它放在书页的前面 还没有读字序的时候 就先看这样 我的感受 我想也有一点广告的作用 请听看听 原始点医学的告吧 看完我相信很多人就会想 我再看看内容是什么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冲动 有吗 那如果这样放在第一页是 很适合的 所以我也 但是我又觉得我 因为我的文笔不好 因为没有一个字是很坚涩的 都是很平淡的 所以我还担心是不是要修改 因为他就是这样一路写 一气呵成 差不多我花一个小时就写完了 也很快 因为我的文字如果 在书本上要写这一段 可能要花好几天 至真俱拙的琢磨 但是我认为写感性就是 写出内心的话就好了 也不要想雕琢一些美妙的文词 所以就这样平平淡淡写下来 但我很担心这个文词很多人看了 可能觉得写得不好 或是要修改 感动就不错 对 所以就是陈经理跟我讲 他说真性情就是好文章 是吧 我记得他这样跟我 我就比较有底气 所以我就不再想 我甚至想 我甚至想我的文笔这样 随便写这样 这样放在第一页 会不会坏了我里面的内容 那我也问过我女儿 因为我女儿跟我一路这样走过来 她说文章不要去想太多 就是写出你内心的 那你写的这个我一看 我就很感动 因为她跟我一起经历了 所以到问我女儿之后 我就不再想这一篇了 也就是我继续改我的内容 因为怎么样 那这样就把它放在第一页 因为这是我的感受 也许你们没有感受到 也许你们可以从中 从我的心路历程怎么样 也稍微可以感受到 那我就当做一个结语 也就是写完书 我的心情就把它这样 用几个这样的文字来表达 好 这是算是题外话吧 但是也是我写完这一本书的 一点点感受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论果》 因为《论果》这一篇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这一篇不重要的话 就不会说有志工到了 很多得了病之后 他们还期待去医院检查 或是我也听过有些患者 就是来这里 然后有时候医不好 也有志工跟他讲 要不你就去医院检查看看 你们有没有听过啊 真的 有这样 到最近我都有听过 所以我觉得 这个如果书本是读通了 这种话是不可能讲的 那所以我一直觉得 《论果》这一篇一定要讲透 然后即便我没有放案例 都要让人家看得懂 所以我最后花的心血 把这一篇啊 几乎每一个字都在改 改到昨天 昨天还改了几个字 就是字真俱拙 真的是字真俱拙 那你们看15版的《论果》 好像已经不错了 前面第一段是四行 我已经把它改成六行了 那不是随便加的 好 那我们开始来看里面 好 要读内容之前 我们还是那个图表 图表也稍微修改 果 果子的疾病跟衰老 都是果 对吧 疾病发生在身上的就是症状 症状是一般的统称啊 那原始点为了解症状 它有不同的含义 比如说症跟状 就有不同的含义 状必属患处体伤 对吧 那症呢 有时候属他处体伤 有时候是属患处体伤 因为它症又有分 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处体伤 那症的功能混乱 或属他处或属患处 我们不说本处了 那到了症的体力虚弱 就多属患处体伤 所以这里症跟状 状是必属患处 所以症跟状是由原始点来分的 古代是没有分的 因为它不是斟酌在治疗上 因为它症状就是以一个名相而已 但我们的名相里面已经隐含着 治疗的方法 所以还要细分 那同样的衰老 衰老事实上 简单的讲我们身体的变化 从出生下来就注定 不是老就是病 对吧 每一天都在老化 即便你今天跟昨天 你也是老了一天了 不可能都不变 好 那老跟病它最大的区别就是 你只要不是疾病的变化 也就不是症状的变化 那就是衰老 就这样很容易区分 它不包括症疑状 那这样的表现就是老了 很简单 那但是这里提的异常 是西医发明的 它透过仪器来检查 检查出体内竟然有异常形态 还有什么 异常指数 但体内也是跟身体一样啊 体表有老病的变化 那体内有没有 有 这里我没有把它提出来 这个表还没有 一定要讲解 那西医检查出来 我这里就直接跟你们讲 有三种 一个叫做组织受损 那这个是属疾病 那另外一个就是属异常 异常就是分为异常形态 以异常指数 这两者都是属衰老 那这样论果 其实已经把老病的问题 都怎么样 已经做过一个概列的介绍了 而不管是老或病 它是有什么产生的 有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 那体伤直接导致 那热能会影响体伤间接导致 之前我们都有谈 所以这个表 从这里来看 我们老就是体伤跟热能 那热能每天有没有都在变化 不要说每天 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就像你们现在听我课 也正在消耗热能一样 它不可能维持不变 如果维持不变 热能能够维持不变 那组织器官也能够自己这样运转 不需要补充什么 那我告诉各位 你们不会经历老病死 不会 因为永远不变嘛 昨天跟今天不变 今天跟明天又不变 那你一年后 两年后 十年后也不变 那怎么会有老病死 但人生下来就是会变 谁在变 体伤跟热能分分秒秒都在变 那热能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慢慢越来越怎么样 热能就越不足 你不管再怎么保养 总有一天 它这个热能会耗尽 这个就是到最后走向死亡 人必然会死 只是说你懂得保养 会把时间怎么样 拉长 延缓衰老 即便像我这一颗也算是衰老 不痛不痒 我也可以把它干掉 因为我已经知道原理了 因为这个是有什么引起的 体伤 还有什么 热能不足 我就针对着这个下手 所以它改变了 因为如果这个老化 因为不痛不痒嘛 只是形状的异常形态嘛 如果是不能处理的话 那我就是继续老 我认为老是可以改变 但是你不可能让它怎么样 永远不老 只是说有一些它老得太过分了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回来 那我越来越有信心 原来还是脱离不了怎么样 体伤跟热能不足 我处理得好也是这两句话 所以因改变 果一定会改变 而且不能处理果 如果直接处理 早期就有人建议我什么 去割掉啊 割掉不就好了 我跟你讲 不会那么便宜的 我在这里修复的过程中 我感受非常深 原来不是这样 其实它很简单 它里面是有根的 它扎得很深 所以不是你割了就能解决 我这一颗它最后的好是怎么样 由淡紫色 然后慢慢往外凸 本来是一个硬块 石板板的硬块 然后往外凸 冲雪了 变红紫色 然后再来就会流血 然后就会结痂 然后结痂了 它下面的根就软了 然后这样反复好几次 时间拉得蛮长的 慢慢那个根就越来越缩小 到最后不见 那这个呢 很奇妙 也是一样 不是把它剪了就以为没有事 它里面的硬块是很深层的 所以按它 推它 温敷它 然后它往外凸 也是冲雪 然后就从旁边流出血 它不是从最尖端的流出血 然后开始 一直流血的时候 它就在修复 那这个修复的过程中 它会结痂 结痂了 有一次想把它拔掉 结果拔掉里面 竟然有很长长的一个筋 好像血丝这样 一直拉拉拉 哇 拉得很长 不敢再拉了 就把它放回去 结果又一直流血 我就知道 从这一刻我完全了解 原来不要看我这里 我是有根的才长得出来 就好像有根才长出树来 才会长出树枝来 你剪掉树 根还在啊 我完全理解 因为从这一颗的好 跟这里完全是一模一样 所以慢慢就让它吐出来 然后它开始一点一点的吐 吐到最后 它就平了 平了我再按 还有硬块 我就说它还会吐出来 为什么 我已经有经验了 它里面根没有吐完啊 现在还有一点点 我现在是十分好了八成了 吐了八成 但还有硬块 因为到最后的好一定是 按了没有硬块 而且患者没有痛感 我这里按了还会有痛感 那代表还有根 它根还没有吐完 我对这个体悟非常深 所以人家说 那把它剪掉不就 剪掉不能好的啊 为什么 你剪的是果啊 但因根还在里面很深层的啊 那一定要经过修复 慢慢把它修复 里面修复哦 然后慢慢那些 根就慢慢被挤压出来了 原来是这样好的 哇 从这一刻 所以你说乳还什么 不都是这样 硬块 到最后一定破 没有流血是好不了的 所以流血的过程中 是一个正常的修复过程啊 不流 你怎么修复 所以我两边都流血 我终于知道 然后我涂的时候 如果轻轻涂是好不了的 还要怎么样 重压 按推 就是推它 按它 摧残它 不断的刺激它 让它受不了 然后中间很痛 我跟各位也讲 真的很痛 然后碰一下就很痛 最后它本来软软的 碰是不会痛 但最后冲血是 轻轻一碰就痛 轻轻一碰就痛 因为都已经肿胀 它会肿胀 然后整个才开始从旁边流出血来 我完全知道 原来软软 不痛 不痒 那是不会好的 到最后要戳到它怎么样 冲血 然后又能吸进热源 补充它 这样才能修复 没有戳到破皮这样子 没有 我没有戳到破皮 我只是这样按的 然后一直戳了 用姜粉泥吗 姜粉泥啊 就是用姜泥 你别怀疑啊 一天一般是做一次 晚上做 然后早上起来 那如果要加强的时候 再做两次 一般我就一次 这样就搞定它了 因为这个 还没有加辣椒 我就把它 因为重点还不在辣椒 重点在哪里呢 按推 我们很多忽略 比如说水肿 我们常常是涂一涂就以为没事 不是这样搞的 我现在已经清楚了 要怎么样 按推 按推要力道 所以果为什么 从果是不能好的 一定要怎么样 从阴解症 那阴在哪里 体伤跟热能不足 你看 我按推处理体伤啊 让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帮助热源吸收 对不对 然后重点还是热源的修复 那这两个解决了 老跟病就解决了 所以这一张图 其实看似简单 里面所有的病原来都在这一张图 原来我们的答案 医学的答案就在这一张图 但我们很多人是搞不清楚 所以这一次我体悟啊 从我本身的体悟很深 感受很深 然后在写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都有画面 在写论果 因为我知道要怎么样来表达 所以写的文字就怎么样 就能够写得很深入 所以为什么你们看了这一篇 修改不动我 但我自己却可以修改 那我每天都在念功啊 想这些啊 然后还有世界各地的案例传来啊 我就在这里思考 我有画面 所以慢慢就能够把这些道理 还有真的我们的理是 是跟理完全结合的 完全没有偏颇的 那就能够做到一 不是二 好 那有了这个图 大家也可以很清楚的 这些老跟病都有体伤造成 但体伤又受什么影响 受什么 热能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温敷 姜粉 姜粉泥 这些的重要性 然后为了要解决体伤 还要懂得要按推 有没有 不管按推他处或怎么样 患处都要 好 那有了这些概念 那治疗也稍微提醒各位了 要不然我以为这辈子 这些绝对是没办法 但是我不止这里好 我这样涂了半年之后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一些黑斑 竟然淡了 你们以后再帮我看一下 近一点看 你们会越来越喜欢我的 这一张老脸 我觉得以后越来越不堪了 但是没有想到 经过这样努力下来 我这一张脸 有一点改头换面的味道了 所以我说原始点太厉害 不只能解决这些病老 而且竟然黑斑 老年斑 我这个不是黑斑 老年斑是不可能改变的 我老年斑竟然也改变了 哇 这个神奇 所以如果人家知道 哇 这个美容行业 我们是开玩笑啊 我们可以斩电的 他们绝对搞不定我们 我这个 从美国回来才开始搞 你看我美国是几号回来 7月18 7月18到现在 还不到一个月吧 一个月了喔 你看一个月搞成这个德性 这个很不容易啊 这个十几年啊 我都以为不可能改变了 但回来我就知道要大力楼了 我那时候 因为这一颗好了 在美国正在吐的时候 我就说啊 这个我有办法 但是还是怀疑 真的有办法吗 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动摇 那自己已经很清楚 这个一定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在美国还有学院教我 用线啊 把它绑死啊 让它黑掉了 那自然就掉落 你就用那个 现在我已经自己实验出来了 可不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 对 跟在里面 你绑的是果啊 你不可能把因拉出来啊 那个是好不了的 从这里他给我的一些意见 我也知道是 从果 那个都是西医的 想把果怎么样割除 那个概念 原来原始点跟那些都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体物生不生 生 那这样的理 完全可以应用在任何地方 包括你看水肿 那你水肿你就不能涂了 你看我这个涂了半年没有效啊 那我最后是怎么样 涂之后搓它揉它按它 然后有时候用到五到十分钟呢 在我鼻尖做功夫呢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这么爱护过我的鼻子 这一生这一次是特别爱护它 它真的给我发现真的会改变 好 那我们进来来看看 我论果又有新的体物之后 我又怎么样来陈述这一篇论果 果指疾病的症状与衰老的异常 而症状可分为症与状 异常可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其因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通过观察仪器检查出来的 不是疾病的组织受损 就是衰老的异常 但不论是疾病还是衰老 此二者皆是果而非因 好 这里一开头就说论果嘛 那我们就从果来谈 果从前面讲的 这个都是在图表已经显示了 有没有 所以我们为什么图表要改 就是这里文字也改了 所以图表就改 疾病它就是怎么样 表现在身体就是症状 症状要分症与状 对不对 那衰老呢 衰老它就是异常 西医检查出来异常 那异常又分怎么样 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那这是果还是因 都是果 它的因是什么 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都在解释我们那一张图表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图表 有稍作修改 好 那通过仪器检查 现在我们论果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果不是只有症状而已 因为西医的检查 体内的 体内也有老病的变化 好 那他们检查出来 不外有疾病跟衰老 因为体表有疾病有症状 也有怎么样衰老的表现 有没有 那体内有没有 有 这里就直接点了 通过仪器检查出来的 不是疾病就是衰老 那疾病表现是什么 组织受损 我就把它定调为组织受损 那衰老是什么 就是异常 那我已经把西医 老实讲 如果你们听到这里 我已经把西医都讲透了 你们再去检查的 不外就是这两种 异常 一个是什么 组织受损 后面我会把理由再讲 先把它点出来 但不论是疾病或衰老 是因还是果 果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属于怎么样 一般常识 好 有了这样理解 也就是西医仪器检查出来 不是老就是病 那不管是老还是病 他们谈的是果还是因 果 我这里已经点了 所以下面就做结论了 我们来看下一段